串接自串 串接特别注意,这跟火车一样 要加一个ship加7 ship7就是这个 串接的符号 串接符号就是end end 什么呢? if 所以要判断 所以特别注意 串接符号 第二个是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函数的话 是用操入函数 如果你第二次使用函数的话 请你记住 第二次还在用函数的话 请点这个箭头 其他函数 或者里面有没有 已经有的话 你从这边点 第一次插入函数是这个 第二次的话 请注意 从这边 不然的话 你再点一次的话 Labs 就被盖掉了 所以它一直串 等于是第二次以后 那你就选if 那if函数的话 我们要串接在后面 所以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点 这边先end end 然后再点这边 箭头 流程记一下 这个反正就是习惯动作了 ok 然后if 然后呢 这边的话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它的性别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男 那特别注意 因为是 男的话是一个字串 所以记得前后先加一个双引号 你不能直接打男 否则会发生错误 然后再打一个 如果它的这个B10是男生的话 当你判断 我们用男女来判断 这个男好了 那其实只要判断非男就是女 所以如果条件等于true的话 true的话就是什么呢? 先生 所以你直接在这边打一个先生 那前后其实不加双引号 没关系 为什么? 离开之后它自动会帮你加 所以它怕你犯错 所以呢 它就自动帮你加上去 ok 那再来就女士 女士 先生女士 ok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公式就在这里 所以第一次的公式 再加串接符号 第二次就从这个地方 再加一辅 然后呢 刚刚做的事情 它自动会帮你完成 这一串 所以基本上呢 你从这边完成 或者直接在上面key都可以啦 不过 当然在这边key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云端 云端的试算表的话 因为它没有这个画面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在云端上面作业的话 Google试算表 一样 反正是这样打一串 也是可以得到结果 差别 当然就是 打习惯了 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啦 不过你初学者 这个当然会有所不同 按确定之后 OK 有没有 吴先生 往下 放开 张女士 马先生 有没有 一下就完成了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懂得 这个方式自动化 至少函数还可以自动化 当然后面会教各位按个按钮 或者是制定一个函数 会更简易一些些 不过我们第一阶段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比较难的应该是这个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按钮 grass